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欄目由海南大学三亚学院冠名播出 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诗说 杰克伦敦穿着破烂的衣服 身无分文地回到了奥克兰 结束了他长达一年多的淘金的悲惨生活 等待他的是什么呢 等待他的是不幸 在他走的期间 他的继父约翰伦敦逝世了 那么家里边已经一贫如洗 吃饭成了大问题 杰克伦敦一看 家里边紧抱拉响了 容不得他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因为家里边餐桌上已经没有面包了 杰克一看 连忙又把他的自行车怀表旧雨衣 以及过冬的衣服又拿去荡荡 所以又来应付家里边眼前最紧迫的持法 第二天杰克伦敦就在家乡奥克兰市到处奔跑 他就像个跑马拉松赛的选手一样 跑遍了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各个角落 就为了寻找到一份赖衣养家糊口的工作 可是结果却让杰克伦敦大失所望 他不但找不到固定的工作 就连打零工都非常困难 所以这会儿的杰克伦敦呢 就是哪怕深口干的活 叫他干他的乐意 他就为了几分钱几毛钱而占了 所以什么人家不堪忍受的活他都去干 就是为了那点钱 就在这个极度困难的期间 有一天早上 他看到一则广告 就是奥克兰中央邮局招邮局的工人 邮局的职员 他连忙去报考应聘 结果杰克伦敦以85.3的高分被录取了 他当然高兴了 但是邮局却回答他 给了他一个苦恼人的笑 就是说这仅仅是录取 工作岗位还没有腾出来 要等工作岗位腾出来 需要你上班的时候 你听和我们通知 所以这是远水解不了禁壳 真是妄为之壳而不能 冬天来临了 杰克伦敦还穿着夏天的衣服 他的冬衣在当铺里边取不出来 他们家里边什么商店都不会赦欠他们钱的 他也借不到钱的 在这个时候 杰克伦敦感觉到他们全家 陷入了泥坑当中 陷入了沼泽当中 你越拼命陷得越深 马上就要烟幕里的脖子 你就要死掉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他反复考虑 他想我没有能力拯救全家 我没有能力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 他说什么苦都吃了 我什么办法都想了 我现在已经认命了 他以前从来不相信那句话 就命中只有八国民 走遍天下不满身 现在他认了 他感觉他这辈子是没有任何希望了 好像命运故意着弄他 故意着玩弄他 甚至故意着践踏他 这会儿杰克伦敦悲伤到极点 而且他认为 我现在就此命的打工 都是为了填饱这个肚子而生活 活着有什么意思 那就不如死了 这会儿杰克伦敦想到了自杀 而且就在他达丁主义自杀 甚至杰克伦敦已经写好了 一书的情况下 事情又发生了奇怪的变化 因为命运没有让你杰克伦敦自杀 命运没有批准你马上就去死 命运还要让你活下来 是什么一回事呢 正是当杰克伦敦充满自杀的念头 也写好了一书准备自杀的时候 这一天来了他以前一个穷朋友 这个穷朋友已经穷极没办法改变了 绝望了 跟他一样 他就满含悲情的来给好朋友杰克伦敦告别 就说我去死了 我没办法了 告别他就走人 杰克伦敦一听他要去自杀 心里边有朋友啊 友情啊他很心疼啊 杰克伦敦不自觉地就找出了很多理由 就是说服这个朋友 这样为什么原因是不能死 那样为什么不能死 说来说去 他找了很多强硬的理由 很有说服力的理由 把朋友给说服了 他在说服朋友不要自杀的时候 把这个也说服了 所以他也决定放弃自杀 转过身他就把他的遗书撕掉了 虽然不能自杀 但可怕的穷困 却已经把杰克伦敦逼入了绝境 绝境中的杰克伦敦该怎么办呢 他横下一条心 咬着牙像一头发狂的 准备拼死一搏的雄狮一般 向命运发起了悲壮的反击 每天晚上 杰克伦敦像发疯似的 他工作19个小时 20个小时 就在他那个破木桌旁边 一片片的写 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边 他就写了七篇可朗代克的小说 他坚信 我那么奇特的故事 我那么生动的经历 我那么多复杂的 深入的人物和思想 难道就不会打动编辑吗 他带着这种信念 他就拼命地写作 就只问根营 不问收获 这个时候 他就把他大量的作品 写出来以后 我修改以后 就用信封封上 贴上邮票寄出去 他寄出去的稿件 像漫天的雪花 但是非常可悲的是 那个时候 寄出去的稿件 不久以后 又回到了他的手中 只不过在那稿子 他在一摞稿子当中 多加了一张薄薄的退稿单 说得很虚伪很客气的话 杰克伦敦把退稿的信件收到以后 又把退稿的稿件又抽出来 又用信封装上 又贴上邮票 又发送出去 他就像海浪一样 一搏一搏地不断发起冲锋 他就非要把他的文章 砸向编辑部 他当时就说 我当时不停地发文章 不停地收到退稿 就像什么样子呢 他说我思想当中 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机械地重复这些动作 收到了退稿的稿件 把里边信封一换 又寄出去 天天搞这个工作 天天晚上写小说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杰克伦敦他有一本笔记本 里边记下了 他从克朗黛克北极回来以后 到1900年5月这两年当中 他写的小说随笔的篇数 这篇数多少呢 是写了103篇 一年多时间写了103篇 真可谓勤奋的作家 而且呢 他1899年 他寄出去的稿 这103篇当中呢 他退稿被退了266次 到1900年5月份 到1900年5月份 他的退稿是108篇 也就是说 从他开始写作 到1900年5月份 他总共被退稿 374次 103篇稿件被退稿374次 平均3.6篇次 也就是说每一篇文章被退稿3.6篇次 这个是世界上少有的 退稿率来讲 这是世界上最少见的退稿率 可以进入吉利斯大权 我相信至今全世界 没有一个作家的退稿东西 超过杰克伦敦 大家知道 从事文学的人 从事写作的人 当你的稿件反复两次投不中的时候 往往你就意味着 你把它扔在角落里边 扔到废纸堆里边 谁还用这么顽强的毅力 不停地去反复投稿呢 就只有杰克伦敦 杰克伦敦这些数字 充分表达了 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苦斗 挫折 悲哀 他失望 但是不绝望 杰克伦敦的稿件 投稿 就像射向一个一个 堡垒上 钢板上的子弹一样 不断地被弹射回来 但是他不断地冲击着这些编辑部 他非要用炸弹炸开边际部一个通道 我们讲 坚忍不拔 金石可开 习学高歌 山川共鸣 杰克伦敦坚忍不拔的悲剧性的抗争精神 终于感动了上昌 也终于收到了悲剧性的回声 1898年的冬天 一个阴冷而潮湿的早晨 杰克伦敦收到了一封薄薄的信 在他那一落信里边 他忽然发现一个薄薄的信 这封薄薄的信是大陆月刊寄来的 杰克拿着这封薄薄的信封 心中一阵颤透 为什么呢 因为退稿信是厚厚的一落 这封薄薄的信 是杰克伦敦从来没有收到过的信 他双手颤透着 好不容易打撕开了信封 结果里边是一封短短的信 杂志社的编辑告诉他 他的短篇小说给猎人杂志社准备刊用 稿费是五美元 结果狂喜起来了 他一阵悬晕 软弱无力地瘫倒在椅子上 过了一会儿 他大哭起来 杰克伦敦为什么大哭起来呢 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债务危机 全家人已经好久没有吃饱饭了 这五块钱的稿费 就意味着杰克伦敦的一家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不必饿肚子 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对杰克伦敦来讲 这五块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重大的胜利 他不停地进攻 终于把坚强的堡垒炸开了一个角 也像他在黑屋子里边看到了一丝的光明一样 这就是他五块钱的意义 一个人呢 真是戏剧性的变化来得太巧 只有戏剧当中才有这种巧事 真正的欢喜总是有眼泪伴随 命运就是这么喜欢捉弄人 正当杰克伦敦在文学事业上 炸开了堡垒的一角 炸开了一条生死通道的时候 邮局通知来了 通知他去上班 这个邮局这个通知的 使杰克伦敦全家非常高兴 杰克伦敦本人也非常高兴 为什么呢 邮局这个工作呢 非常的好 首先它是一份稳定的工作 不是临时工 他可以持久地干 甚至可以干一辈子 第二呢 邮局这个工作 当时提的条件收入很高 一个月65美元呢 这个65美元 杰克伦敦全家六七口人 怎么持得够了 而且随着今后你的工作业绩的增长 工资还可以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 杰克伦敦就意味着他们全家 从此就和贫穷与饥饿告别了 第三呢 有了这份稳定的工作 23岁的杰克伦敦就可以立马和他心爱的姑娘 他的未婚妻 马贝尔小姐结婚 他和马贝尔小姐已经恋爱了好几年了 他未婚妻 马贝尔小姐的母亲 看不起杰克伦敦 认为他们家穷 没有稳定的工作 所以不同意这么婚事 现在邮局的工作来了 收入也不菲薄 杰克伦敦就完全可以 娶他心爱的姑娘马贝尔 马贝尔也就盼着这一天 但是杰克伦敦收到这个以后 他又认为要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 现在文学创作已经露出曙光 非常振奋人心 这边邮局的稳定工作非常诱人 怎么办 我应当怎么选择 我怎么选择才是正确的呢 在这种情况下 在邮局工作这是非常现实的 我们生活马上可以改变 但是搞文学创作呢 是美好的理想 憧憬开始散光了 一边在邮局工作 就能得到安稳的生活 如果继续写作 当职业作家 实际上是干着一个冒险的勾搭 一边可以尼环结婚生子 一边你当职业作家 你贫困下去 很可能就是爱情的幻灭 一边如果到邮局工作 意味着贫困结束了 如果你还要继续当职业作家 很可能就是苦难的延伸 杰克伦敦不得不进行电量 不得不进行比较 杰克伦敦这么想 好啊 我到了邮局去上班以后啊 全家人的衣食住宿都没问题了 都得到了保证了 今后一辈子再也不会为了挣钱啊 借债啊 进当铺啊 求人家啊 等等等等 而焦心劳累了 全家人都可以穿上新的好的衣服 过上体面的日子 我们可以坐在温暖的火炉边 看书 聊天 生几个孩子来摆弄 过天人之乐 这样的日子 一日复一日地过 是很幸福吧 杰克伦敦想 这个日子就一天一天这么过 等到我中年法体 大幅片片的时候 饱受人家的尊重 和家里边人的热爱 等到老年了 坐在阳台上 走廊前 躺在躺椅上抽着烟 是吧 晒太阳吧 这种的人生 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 还有什么呢 如果在邮局去工作 今后的人生道路就是这样 看得清清楚楚 而这种平庸的幸福的生活 是杰克伦敦需要的吗 杰克伦敦闷心问自己 不断地追问自己 难道我这么多年的单打独斗 这么多年的艰苦奋斗 就是为了满足 吃喝拉撒睡吗 所以杰克伦敦非常的苦劳 杰克伦敦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他在这一方面最终表现出他的什么一种思想呢 请听下一讲 杰克伦敦的一生充满了不为人知的心酸苦辣 可是他却创作出了一步步震撼人心 发人深思的作品 谁是杰克伦敦文学创作上的伯乐 杰克伦敦又怎样摆脱生活的贫困 诗说节目将继续为您精彩讲述